我们预计摩羯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仍将会逐渐加强 并将于6日中午到夜间在海南琼海到广东电白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时的中心最大强度可达强台风级或者是超强台风级有15到17级 48到58米秒并于7日凌晨移入北部湾海面 我们预计摩羯可能会和超强台风威马逊和强台风海鸥的情况比较相似 台风摩羯它的最大强度可能会介于威马逊和海鸥之间 但是它的影响有可能会超过威马逊当年所带来的海南岛 社会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由于摩羯它自东向西穿越海南岛东部北部沿海 以及穷州海峡会历时一天到一天半左右的时间 会造成穷州海峡长时间的停航 需要做好通航安排 刮菜场运营交通管控等工作 另外是要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 另外是要防止大面积的内闹 制作者 刮菜派 编 test